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全台湾因是大运陷入运动狂热,一面又一面的讲台让愈来愈多运动员或封台湾之光,不过运动员看似光鲜的外表,却让神经外科医师柯绍华忍不住想起,他曾在一名不到30岁却长期悲痛的年轻女病患身上,看到各种成年脊椎久伤,经询问才知道对方曾失去中过手, 却在梦想实现之前就折了羽翼,让他十分感慨,柯绍华25日晚间在脸书PON表示,有天门诊来了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女病患,因为长期悲痛来就诊,检查后发现这位女病患的脊椎满是成年旧伤与不同程度的压迫性骨折,经询问,这名女病患腼腆的说,哦,我从前失去中过手, 现在在工厂搬货 柯绍华说,这几天看着是大运的年轻人们夺下一面面掌牌,享受着他们努力之后应得的美光灯与荣耀,但他心里想起的一直是那天那位病患,一个曾经也有梦想,一样拼着命努力,一样期望有天门翻转命运,但却在梦想实现之前就折了羽翼,被这个社会的洪流冲到不知名角落的年轻人 柯绍华表示,不敢想象当这位女病患忍着一身的疼痛,忙完一整天糊口的工作,看见是大运战上颁奖台的选手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但谢谢他曾经为自己和国家的努力付出,希望他的未来一定要好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